如果没有营建LEGO的话 其实有600多万的金控股东 今年也是会很开心的 因为包括永丰金最新公布了 每股拟配息股息一元 殖利率飙上了4.7% 创下了10年来的新高 同时目前已经开奖的其他金控 像是富邦 赵丰金 国票金等等 可以看到配发率也是好几年的新高水准 算一算光是现金鼓励 合计就要法仿1100亿元 各种姿势表情的snewbie 直接印在碗底 让人忍不住直呼太可爱了 华南金控今年股东会纪念品开奖 零股也能唱 不过说到让600多万金控股民 最期待的还是今年的超狂鼓励 富邦欣答应小股民 今年鼓励要比去年还要好 真的说到做到最新出炉 今年眼里配发的是现金鼓励2.5元 还有0.5元的股票鼓励 合计加起来是3块钱 不快是龙头 现金鼓励配发率一口气来到2011年来新高 而目前有七家金控今年配息出炉 现金鼓励配发水准通通输人不输证 像是赵丰金总共配1.8元 水准就是前几高 元大金现金鼓励发1.1元 股票鼓励0.2元历史次高 国票金现金加股票鼓励给0.246元 17年新高等等 合计更是要豪发1100亿元 一直希望是可以存一点点 当我的那个另外的那个急难救助金 还不错 现在就是看时机好不好 如果相对有回档 就可以再次度再补加码这样 存股足看得眼睛都亮了 谁是现金殖利率网也出炉 国票金超过5% 玉山金玉4.4% 元大金 赵丰金 富邦金 也都有3%以上 合库金超过2% 通通比台币定存利率还要高 今年想再多领一点钱 该怎么调 以银行业务为主的 大概到4%左右 是要存股 如果想要赚到资本利得的方面 就要观察未来的走势 比如说降息 那降息对明显对一些 受险金控是有利的 毕竟金控股本来就是稳盘要找 不只现阶段台股震荡大 进可攻退可守 专家看今年超旺股力水准助攻下 也有机会再轮动出新一波 补涨行情 东森财经新闻张博强 叶子晶台北报导 看盘中段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